很多情侣,他们刚开始在和对方相识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很甜蜜 一旦在他们结完婚之后,就会发现眼前的这个人和之前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而且他们总是在心理上得不到满足,每天只知道去抱怨,却从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最终也会让他们这段婚姻告别失败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不管夫妻感情再好,都不能有以下这几种行为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一旦当你触碰了他的底线,事后他就会爆发出自己的脾气 一,不要总是在吵架的时候,把离婚二字挂在嘴边 我们都知道,一段幸福的婚姻,最忌讳离婚二字 很多夫妻他们当初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对方对于自己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没有他,自己就无法生活一样 可是久而久之,他们就会把爱情转变为亲情 有的时候,男人认为老婆对于自己来说就像是一个好朋友一样 所以他们也会慢慢地把这种关系隐藏起来 总是会在和对方争吵的时候,把离婚二字挂在嘴边 以此两次无所谓,次说多了,即使一个再爱你的人,他也会忍受不了 因为虽然他平时表面上看上去不够关心 其实他们内心最深的地方,永远都是自己最爱的人 只是他们有时候表达爱的方式不同 啊,总是抱怨生活 很多女人,他们在结完婚之后,因为生活上得不到满足 并且开始有了攀比之心 久而久之,他们就会抱怨生活 并且侮辱一个男人的尊严 他觉得嫁给一个男人,就应该让他过上公主般的生活 这样才能够证明那个男人有多爱他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男人也想给他们最好的东西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而已 毕竟每个人的一生都非常短暂 虽然刚开始有一点难,但每段成功的婚姻都是先苦后甜 时机成熟了,男人自然会给女人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三,从不顾及男人的感受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女人,她们非常增强好胜 觉得在婆家一定要突出一个女人的重要地位 并且要让每个人都听从自己的使唤 她们总是在外出的时候把男人损得一毛都不值 不管那个男人对她再好,在她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 时间久了,男人也会厌烦这种女人 因为每个男人都有大男子主义 她们希望在外,女人能够给自己面子 回到家之后,不管那个女人如何对她,她都会站在原地踏步不动 因为她觉得男主外,女主内 这样的女人才能够让男人更加地去珍惜她 四,花钱如流水 我们都知道,很多女人,她们当初在娘家的时候知道钱的重要性 可是一旦当自己结完婚之后,来到婆家,她们就会花钱大手大脚 因为她们觉得婆家人在她身上花钱是理所当然的 并且觉得自己当初在娘家是一朵花 现在来到婆家之后,就变成了一个保姆 而且像这种女人,她们永远对婆家人不忠心 不管婆婆和公公对她再好,她都不会把她们当作自己的长辈去看待 只要和自己的男人吵架,她们就会把公公婆婆也给带上 像这种女人,看她就是个不孝顺的人 而且她们也有攀比之心 每天出去都会大包小包地往家中拎 从来不会考虑男人在外挣钱有多么的辛苦 以上就是不管夫妻之间再好,也不能有这些作死的行为 因为一段成功的婚姻需要两个人同时去经营 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不管婚姻当中的任何一方有以上这几种行为 那么就能够预知她们之间的爱情绝对不会走得长久 而且她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经营一段成功的婚姻 然后与自己相爱的人共度一生